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协助中文火箭报编辑工作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在麻坡有一批的年轻有位有理想的马来西亚公民 我们的新的要成立一个私信农党 要成立一个私信农党的支部 所以我过去麻坡和亲家修诊到这些人开始接触 所以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我们在中部也需要一些的存置工作者 我先生而且亲家也突入整个推动新农党的运动的工作 1974年 父亲重选为霹雳州华都雅野区国会议员 隔年 父亲迎娶了母亲陈翠水 1976年 父亲因为提出华教议题 而遭到内安法令无理的逮捕及扣留 那时我才刚出世三天 1978年 虽然父亲身陷牢笼 却依然获得人民的委托 在无法展开竞选活动下 再次残联园区国会议员 并重选为大和园区州议员 重选后的父亲与党同志陈国界一同在扣留营内宣示 父亲被扣留了四年零九个月 被释放后 已成国界同志马上回到选区 感谢选民的委托 并拜访党同志 82年大选私立 父亲在1986年及1990年大选再度重选 成为大三角区国会议员 兼五级丁雅区州议员 父亲在担任议员期间 一直努力不懈地争取华教权益 议会外的父亲也不忘分于选区民生之间 1995年大选 父亲不再上阵 三年后持续行动党中委的职务 退休后的父亲转而将精神时间留给家人 此外他也更加关注与中国远亲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联系 父亲也热衷于保龙球活动 喜欢四处旅行 一乐于参加老朋友与老同志聚会 2010年12月 父亲被证实患上肝癌 为了不让朋友担忧 他一直保持这个秘密 2011年5月16日清晨四点 父亲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虽然没有伟大的丰功伟绩 但却坚持默默耕耘 严守岗位 参加行动党及到台湾升学 是他认为最正确的事 父亲热爱我们 热爱行动党 也热爱这片土地 亲爱的爸爸 我们永远怀念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